干脆呀跟废太子学 在家没事啊 咱们生孩子玩吧 这废太子啊 圈禁的时候生了十亿我 您猜这大个生几个 这印之啊 一座铺啊 生了二十个孩子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 康熙朝九子夺狄当中的皇子们 今儿咱们要聊这位二个呀 有意思了 谁呀 就是那个康熙的大儿子 皇长子印之 这前两集咱不也说了吗 这印之啊 是最早在九子夺狄当中 被淘汰的一位阿哥 很多年以前 看一个特有名的电视剧 那里边啊 这大个的门人 都称呼他为大千岁 我呀那会儿啊 还觉得挺可笑 后来随着接触的史料多了 我发现呀 在雍正年 就有人称呼这个大阿哥一党 为大千岁党 这电视剧学名演员的时候啊 都是找啊 这个和自个儿剧本 相契合的演员来演角色 所以这电视剧里塑造出来印之的形象啊 不是脑满肠肥 就是有块没脑 总之这些形象啊 都是为最后印之的下场做铺垫 好为最终活活笨死的结果买单不是 您要是多翻问相关的史料啊 还真能找到相关于印之掌心的文字 当年啊 在这宫廷里上班的 有这么一个法国人 叫白晋 跟那一尊来的 还有一个法国人叫张成 这两个人啊 跟宫廷的关系 比其他传教士就要密切的多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两位传教士啊 他都通医术 所以啊 跟皇上家就走得很近 白晋在他的回忆录里啊 就曾经提到过大阿哥印之 说皇上啊 特别疼爱这位皇子 这位皇子呢 也确实很可爱 他是美男子 才华横溢 并且有其他种种美德 这白晋留下的这些话呀 我倒觉得挺可信的 比起这个老年啊 比较羞瘦的康熙 中年的康熙 还是很俊美的 从这个大阿哥印之的母亲 受宠的程度上可以分析出啊 这惠妃当年长得 应该也不错 所以呢 咱们从基因学的角度上分析啊 这大哥的人样子 那不能说是凑合呀 那得说是相当凑合 所以呢 我在这儿得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这人长得俊美 和这个脑子里边没有脑人 这个不矛盾啊 这个 说起来啊 这大哥印之 自小啊 他挺不容易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给您算算啊 太子应仁 就因为啊 他是嫡出 比这大千岁啊 还小三岁呢 哎 他呢 就是口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所以啊 在一岁的时候 就被策立为了太子 从这老二应仁以下呀 还都好说 您像什么老三印旨啊 老四印针呢 等等等等 他们呀 本来就是老二的弟弟 这皇子们自幼啊 在上书房 学的呀 都是儒家思想 自然呢 知道呢 兄有弟公 这长幼有婿 您像印纸 印针 印刺 印桃 等等等等吧 这些人啊 给太子行礼 那也是给哥哥行礼 可是印之就不一样了 这印之在给太子行礼的时候啊 心里肯定特别扭 因为啊 坐在上边大么大样 受他礼的那个人啊 是他的弟弟 说实在 您想啊 这他心里能宣分吗 所以我认为呢 这九子夺嫡这个名词啊 和大千岁印之 根本就不挨边 因为只有太子应仍 倒了台以后 才能开始九子夺嫡 可是这大千岁可不一样 这印之啊 早糟的 在太子还在台上的时候 就已经被圈禁了 这说明什么 这印之啊 他早就祭奠太子之位 整怕去了 你小子呀 这东宫之主 就是我 再加上呢 这太子应仍啊 他自己也是不争气 老皇上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就在这一年 皇长子印之啊 又找对了时机 在老皇上心中 废太子这个火堆上 添了一把干柴 就是咱们前两天 一直莫大的 障定夜景事件 大子印之 跟老皇上那儿啊 偷偷的举报 说这太子印仁呢 每天在这个 大帐缝隙当中 偷窥您是什么意思 他呀 就是想给他的同党 所额图报仇 并且这行大事的人呢 都已经安排好了 他勾结了匪类 说这印仁啊 联系了一群江湖巨匪 准备伺机 行刺皇上 这件事 就是康熙皇帝 第一份废太子 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很多人认为啊 康熙皇帝 在说出废太子的同时 其实啊 就已然后悔了 因为这老皇上认为啊 前份说的这太子 办的那些混蛋事啊 他是样样都有 那些呀 都是性格使然 说句这老皇上 自己抽自己嘴巴的话吧 很多毛病啊 都是这皇子老爷子 自己给灌出来的 那这大阿哥举报的 最后一条 可就不一样了 这一条啊 那是弑君谋逆 那是要抢班夺权呢 说完废太子的话以后啊 这老皇上 怎么琢磨 怎么就觉得呀 这些个事啊 这二皇子应仁 是干不出来的 首先说呀 这老二应仁啊 他没那胆 那么既然太子谋逆的事 他想不透 那自然他就觉得 这大阿哥印之啊 他有诬告之嫌 这印之这个人啊 虽然鲁莽 但是啊 他战功赫赫 二十七岁的头上啊 他就被封为了直郡王 这呀 是这会儿 皇子里边 唯一的一位王爷 跟他一起 被封的这三个印旨啊 因为 敏飞娘令 丧妻不过百日 就把头给剃了 所以呀 被惩罚 消去了郡王的爵位 这太子再一被废啊 这印之啊 就觉着自己 要抖起来了 这大千岁心里啊 他洋洋得意啊 他想啊 我呀 现在是兄弟里边 唯一的一位王爷 太子又被废了 所以啊 我入主东宫啊 那是指日可待 可他还不知道呢 现在皇上看他呀 比看那废太子还烦 就这样啊 这猪脑子的 大个印之啊 他还不行腔 他一个劲的 还紧着 往自个儿的皇妇 身边凑合 他为什么呀 他的意思啊 是想找一个机会 彻底的整死印人 好以绝后患 于是啊 他就试探着 跟自己的爸爸说 金玉珠印人 不必出自皇妇之手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 八卑 您要是想除掉 这废太子印人啊 不用您亲自下令动手 您是天下第一名君 我不能让您背上 这个沙子的恶名 我来 我愿意为君父 担此恶名 这皇上一听啊 伤心之余 这个逆位啊 这这这 这印人呢 是大不了 就是一个家事 你和印人 又是亲兄弟 再者了 在这之前 印人是太子 是君 你呢 是阿哥 是臣 既是君臣 又是亲兄弟 你怎么就能想到 要除掉印人呢 看来呀 这里边的事不简单 这大阿哥印之 垂涎太子之位呀 已然很久了 这会儿的老皇上啊 还摸不准 诸位皇子心中的虚实 所以呢 既没说行 也没说不行 让这印之就先退去了 这大千岁 一看这爸爸不言喻啊 他以为默许了他了呢 虽然啊 没有明指 这印人暂时还不能动 但是啊 他借着老皇帝命他 看守费太子 及其同党的这个机会 肆意的刻薄太子 并且虐待审讯他的手下 就在这大阿哥 胡折腾的时候 费太子的旨意下来了 大阿哥还没来得及 大摆庆功宴 庆祝一下的时候 关于他的旨意啊 也来了 朕将朕公安危 托付于职王守护 但绝无费应仍 而立职王为太子之意 职王为阿玛之士 忠心行走 然性情暴躁愚昧 职王朕实无立为太子之意 这大阿哥 接到这份旨意之后啊 一下子这心情啊 就从高山跌落到了谷底 这叫怎么话说的呀 这话虎不成 反泪其喘呢 难道说这爸爸 还有复卫太子之心吗 不行 这太子这事啊 咱们以后再谋划 总之不能再让应仁 当上太子 我呀 得保举一个 和我一条心的人 当太子 那老大要保举哪位阿哥呀 老大要保举的呀 就是老八印四 至于他为什么要保举老八 咱们这期呀 篇幅有限 不过多的分析 总之啊 他跟自己的皇上爹呀 是这么说的 废带子所行 必无大师人心 项面人张明德 曾向八个印四 后臂大跪 皇上一听他这么说呀 就琢磨了 哦 原来你呀 和这老八是一党 哎 这算命人张明德 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竟然给皇子 推演出这种结论 把这大阿哥呀 先放在一边 一道密旨 下回京城 让九门提督 托克齐师 彻查此事 就在这个时候啊 三阿哥印旨 和这十阿哥印额 也奉旨 从京城 赶到了皇上的大营当中 这三阿哥呀 素来和太子 就比较亲密 他一看呢 自个儿的二哥 皇太子印人 已经被锁拿了 这大阿哥上蹿下跳的 明显是 有一谋太子之位 不知道这老三印旨啊 是过于心疼自己的二哥 还是痛恨老大 于是啊 他也抛出了 他的杀手锏 他就借着给皇父请安的机会 跟康熙说 皇上您还记得 前两年 有一个喇嘛 叫巴汉格隆 从蒙古草原来到京城吗 皇上说我知道啊 那是一个藏传黑家的喇嘛 不是什么好人 竟研究点子 眼镇诅咒的邪术 他要见朕 朕没见 他不就回草原了吗 这三阿哥说 不对 爸爸您不知道啊 这巴汉格隆啊 可是没回草原 他呀 还在京城当中 被我大哥扣住 藏在了府里 天天做法 眼镇诅咒我二哥 您没发现 我二哥这两年的神智上 有点不清楚吗 这行为上 有点疯疯癫癫的 这皇上一听就撞了 原来是这么码的事啊 立刻又下了一刀秘纸 给九门提督托克奇 术氏张明德案 和喇嘛 巴汉格隆案 两案毕一案 速查速报 说实话啊 这老皇帝 算是找对人了 为什么呀 上集咱不是说了吗 这托克奇啊 是太子党 这两个案子查清楚了 对太子那是大大的有好处 所以呀 他能不卖力气吗 咱们长话短说啊 没有几天就查清楚了 这妖僧和这恶道啊 想来应该是 一身傲骨铁骨铮铮 怎么打也不招吧 没想到这九门提都托克奇 把这二位呀 提到了堂上 一通鞭子 满清十大酷刑 刚用到一半就全撂了 首先呢 这张明德就交代了 我呀平时就在这官场贵族当中啊 蒙吃蒙喝 逐渐呢 我就发现 大家都在说 太子失德了 不太招这老皇帝和天下成功的待见 于是呢 我就发现两位二个呀 对这太子极度不满 一位呢 就是大个应支 再有一个就是八个应四 于是呢 我就跟他们说呀 我这认识啊 十六个高人 都是江湖上侠一道的朋友 个个呢 都是武术高手 取这太子应仁的手机啊 如反掌官文一般 我说完之后呢 这八个应四啊 就把我轰出来了 可是大个呀 把我就请家里去了 对我说的这个事啊 还挺感兴趣 时不时的呀 就谋划谋划 这老皇一看回奏啊 这份气啊 呦 原来这个勾结江湖匪类 欲谋逆行刺的人 他不是老二应仁啊 是你这个老大应支啊 你 简直就是贼喊捉贼啊你 至于这八汉阁龙啊 就更省事了 到应支他们家 就把他给掏出来了 从执君王府啊 搜出不少的掩物 又从这太子的御庆宫当中 挖出了十几样阵物 不但如此啊 有一位参与掩镇太子的 内庭官员叫布燕图 实在觉得这谋害太子 这件事啊太大了 和逆天一样 于是呢 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就想投案自首 哎 被大阿哥发掘之后啊 还给灭口了 随着九门提督托克奇的奏折 一起送到皇帝行营的 还有这大喇嘛巴汉阁龙 和妖道张明德 两个人画了鸭的口供 得 简单哪里快 这两件事全坐实了 康熙说呀 去 把印之给我叫来 算了 也别让他来了 我看着就生气 干脆呀 咱们刷一道旨意 直接给他传旨就完了 康熙皇帝传旨 大阿哥 肃行不端 气质暴虐 金义查问其形势 艳咒亲帝 以及杀人之事 尽义显露 卓 夺郡王爵 严加看守在府地 驻 高墙幽进 您说干不干脆 这印之的政治生涯 至此了结了 九丸 加一丸 十丸 日本传 满丸 这大个坏事啊 纯就坏在了 他的猪脑子上 不但如此啊 他所谓的好兄弟 印四 还被他连累了 后果很严重 这件事啊 咱们讲到印四的时候再聊 印之啊 被圈禁在了自己的府邸 这执郡王府在哪啊 就在现在的西城区半壁街 刚开始圈禁的时候 对这印之的看管啊 还不是很严格 印之呢 还能得到一些外边的消息 他知道自己啊 多行不义 怕别人害他 每天晚上还督促家人 把前后门啊 多加几把锁 这事啊 后来传到了雍正皇帝的耳朵里 这雍正啊 还嘲笑过这位大哥 从前大阿哥为人杀之 每夜各门枷锁 后来啊 这大千岁也看明白了 看来是没人要害我 但是很明显 这爹呀 是想把我一直圈禁到死 就在康熙四十八年 这康熙皇帝又单独的 给大阿哥下了一道旨意 派遣八旗护军参领八人 护军孝八人 护军八十人 在印之府中坚守 令贝勒严寿 贝子苏奴 公厄妃 都统新泰 护军统领 徒尔海 陈泰 并八旗章经十七人 更翻监视 如谁玩乎职守 灭其九族 得 这回这执军王府啊 还别说是通风报信的人了 连个苍影啊 也难飞进去了 这印之一看呢 这样啊 我也别有什么追求了 也没有什么盼头 干脆呀 跟废太子学 在家没事啊 咱们生孩子玩吧 这废太子啊 圈禁的时候 生了十一我 您猜这 大个生几个 这印之啊 一座铺啊 生了二十个孩子 所以说呀 咱们这听书看戏的 没必要替古人担心 这皇子圈禁呢 无非让这身心上 受点打击 生活上好着呢 不但吃喝不愁啊 他还妻妾成群呢 大个印之 三十七岁 被幽禁于自己府中的 高强之内 二十六个年头 直到这雍正十二年的十月初一 才死在了自己的忧所当中 终年六十三岁 不算个瘦数小的 我是啊 见天家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加评论 要是能转发一下啊 那我就更感谢您了 今儿啊 天儿不早了 咱们就到这儿 您记准了啊 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